字幕提供 歡迎你們來回家 請進請進 今天呢要來帶你們參觀 就是我的Apartment 我大概5月搬來這裡 所以已經有過於爭執了 那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它轉圍到一個 我自己喜歡的樣子 那首先呢帶你們參觀的就是 我的客廳 那我最喜歡客廳的地方 當然就是我這個房子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一面很大面的磚牆 那這個磚牆就是讓整體的 整個家裡的感覺 就是更厚實一點 就是溫暖的感覺 那因為它磚牆顏色嘛 所以在做一些顏色還有家具群 的方面都是以木頭 深色為主 那我最喜歡的這個鏡子呢 它的邊緣都是這種 黑色斷鐵 然後是這種九宮格的 那就可以就是讓房子就是 折射出來感覺空間感更大 那所以我在家裡就是放了很多面 大部分的鏡子 再來這個鏡子呢 是好像是紅星木吧 然後再來就是沙發的部分 沙發呢是 一個就是深灰色的 三人柱下巴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買了一些就是 比較跟磚牆呼應的 顏色的枕頭 來放在沙發上面 再來呢要帶你們看的是 這個書櫃 這書櫃是我覺得 這個近期內買的 挺好的一個家具 因為它現在也可以在上面買的 所以其實也並不貴 但是它就是這個 木頭的護印跟上面那個 其實護印的蠻好的 然後它的金屬用也是這種 黑色的 然後裡面就放了一些 看過的書 然後音響 然後還有很多 現在正在照顧植物們 然後呢 看來上面 上面 上面這個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 它也是用木頭跟黑色金屬 然後上面放了兩個小植物 是比較 大概兩個禮拜 浸一次水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比較 不用那麼長把它拿下來 然後再來這個呢 它是一個藤蔓的植物 它那時候也是大概 六月的時候買的 五六月的時候買的 它到現在已經長長了非常多 然後我非常喜歡它 這樣整個垂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 在牆上非常適合 掛一些 就是垂墜感的植物 然後這樣慢慢慢慢 攀下來 所以我可能等到明年下 可能會再買 一兩個 放在上面 然後就是把 就是上面 就是替換一下 然後再接下來 來到這裡 這邊是 貓貓的那個空間 那就是買給他們買 這種三四層的 就是可以攀爬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 它都可以抓著抓板 但是雖然說他們有時候 就是不是 跟著我的衣食 就是抓 他們都想要抓的位置 因為它這個 柱子 不是要給他們抓的 所以已經拆爛了 我這已經是 我買了第二個 condo 因為上一個也是 就是抓的太爛了 然後所以就買新的 然後再來這邊 這個 一樣就是 電視櫃一樣 也是 就是以木頭跟金屬的搭配 然後很簡單 再來帶你們參觀的地方 就是廚房 這也是我家裡面很喜歡的地方 其實家裡沒有很大 所以沒那麼多喜歡的地方 很喜歡這個 就很大的舞台 所以我都可以 在這邊整理一下 然後在這邊整理一下 然後這個很大的水台 水槽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呢 最喜歡的這個比方就是 這是瓦斯爐 你知道 因為多很多工具 大部分都不是瓦斯爐 是那種電視爐 所以我非常喜歡就是 瓦斯爐真的火 我覺得就是 菜煮起來 就是很不一樣 就是 感覺 味道不太一樣 四尾菠蘆 沒有很常用 然後下面有一個就是大的烤箱 那 我很常就是 烤家 然後烤一些蔬菜 然後什麼的 都是 放烤箱 然後就是很方便 然後又不用用太多油 然後這個呢 這個櫥櫃呢 就是放一些 煮菜用的器具 所以我在煮菜的時候 可以很方便拿回去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一些 也是一些 圍裙啊 手套 然後 保鮮膜之類的東西 然後在下面這一個 是貓貓的一些 飼料什麼的 再來這個櫥櫃呢 是一些醬料櫃 然後貓貓的東西 然後冰箱 冷藏 冷凍 然後這裡呢 這裡是一些 就是 烘焙的東西 像一些麵粉糖 等等 這一櫃是 背衣服 咖啡 這裡也是 盤子 一些餐具 然後再來這個是 零食櫃 垃圾石櫃 有很多 餅乾 果凍 泡麵 然後肉酥 什麼東西的 再來下面這個是 很常用的 果子雞 這個 果子雞就是 就是攪拌力還蠻強的 所以打得很均勻 然後這個呢 是烘焙要用的 那種 Mixer 攪拌器 然後 攪拌器的頭 這個 然後再來呢 這邊就是有個小的走道 然後其實我不太喜歡 防止的走道 是蠻長的 因為我覺得很 封閉感很重 但是這邊就是 短短的其實還好 洗衣機 跟紅衣機 還有一些 這個打掃的東西 都藏在這裡 這上面紅衣機 下面是 洗衣機 在加拿大就是 不太可能在短片的時候 上衣服 所以就是紅衣機 放得重要 這裡幾乎都 盡量留一些 然後還有 雪上酒 拖把 什麼東西都在這裡 然後再來 這一個呢 是客人用的 廁所 但是呢 現在因為 其實家裡沒有什麼客人 我們有什麼朋友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是 我貓貓 就是他的 貓沙盆的地方 我把它放在 裡面 然後這樣子就是 清潔什麼都比較快 然後再來呢 這邊是 一個鞋櫃 其實剛剛 走站的地方 也有另外一個鞋櫃 我的鞋子非常多 平常就是這樣打開的 所以就是 比較省 這樣子長度 所以就是 不會感覺 就是走到 我的地方很 怎麼講 就是被阻礙到 因為他的鞋子 都是這樣 鞋立著 放的 然後這邊是 一個出廳 裡面放一些數據啊 然後 藥匙等等 東西 然後這一面鏡子 是就是在 就是買二手的 在TGG上面 找到一個賣家 賣家買的 然後這些是方箱 這個是韓國的 然後這是Winners的 然後再來就會帶你們來參觀我的房間 然後一進來呢 就可以發現到 房間跟客廳的其實風格還蠻不一樣的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就是有點 總覺得就是因為客廳有專長的關係 所以跟 房子其他地方的感覺不太一樣 外面客廳是比較深色 那我房間呢我想要就是以白色 然後還有這種藤邊的東西 然後還有木頭 然後當然還有植物 來做一個整個風格感 那所以我的地毯是選這種 比較重編織的地毯 然後這個是 我知道這個很矮耶 但是這個是 加熱器 加拿大工氣很乾嘛 然後我鼻子都不是很好 然後 所以就開一些加熱器 然後加上我房間裡面很多的植物 都是熱帶性植物 所以他們需要不要一些 潮濕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每天就是很經常會用到的一些 手勢的環啊 戒指 然後這兩瓶是我很喜歡的香水 是wrap and cut的 然後呢 這裡面就是一些藏一些雜物 就是一些比較不經常用的包啊 然後衣服什麼的 然後iPad放在這裡是因為 晚上睡前可以讀一點書 好 然後再來這裡是我最近 才剛整理出來的一個小地方 這個櫃子應該上個月才買的 然後它其實是有一點點木香 所以現在房子裡面都還是有這個木頭的香味 然後呢 這是雙手機的無線充電器 然後就是之前在活動上面 他們給我們的新鮮的花 可是被我放到變成乾燥花 你可以看到這很大肚感 花放一放都會變成像這樣脆脆的樣子 我都沒有特別做什麼 然後再來呢 這就是一個 Lise & Martin Margiela的一個 Coffee Table Book 所以裡面就是有一些衣服啊 他們製作過程什麼的 所以就是還蠻 蠻好看的 然後又很適合整整體的這種 木頭白色的這種風格 然後這個呢是 外商店的架子 我在買這個之前 商店都會瘋狂打結 我那時候真的是超非的 然後我在H&M看到這個 然後就馬上買 然後再來這兩個是香水的盒子 因為我覺得也是跟 這裡整體的風格非常搭 這個原本是放植物的 就是現在目前那種植物 所以就先暫時擱在這裡 然後這個櫃子裡面呢 就是有一些運動的衣服啊 然後冬天衣服帽衣什麼的 就是可以折疊 然後不太會皺的東西 我就是把它收到在這裡 然後來到這裡呢 這裡就是一個簡單的玻璃罩妝 其實這個東西已經買很久了 也是在ERBON FITTER買的 那這個之前就是一直沒有好好擺著 然後現在擺了就覺得非常的好看 因為它裡面就是枯木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一個舊舊的 做舊感的日記本 然後再來這邊還有幾幅畫 就是我還要等買畫框把它框起來 再來呢 這一株是不是超級巨大了 這一株有7英尺長 它來的時候其實狀況看起來很不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養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葉子的狀態的時候 看起來好一點了 那也有一些新的葉子要長出來 所以我覺得之後看起來應該會更好 下面這一株 把它拿起來 下面這一株Monstera呢 其實是從我客廳那一株母豬裡面 分出來的 因為母豬那時候已經有點長了 就是太過於茂盛 然後就是看起來有點 就有點雜 然後所以我就把它分出來 然後最近長了一個小葉子 超可愛的 那它原本是放在另外一個外照裡 那我最近拿到車帶一次 我就覺得好像放在裡面會蠻特別的 所以這幾天就這樣放了 然後這個鏡子 我最近只是IKEA買的超巨型全身鏡 房間也挺大的 但是可以更加的擴張整個空間感 然後我換衣服的時候 然後這邊有自然光找進來 我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衣服的顏色細節等等的 現在到就是衣服的部分 這邊打開那個是我平常就是很常穿衣服 這一個 這兩個是內衣酷軌 然後呢這個很特別的是它可以這樣子 抽開 就是這樣子打開 它是就是髒衣服的區域 然後下面我有擺一個就是可以放多餘的棉被啊 毛巾的地方 然後衣服 衣服放在上面 然後褲子放在下面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就是抽一間抽一間 所以其實我早上的準備非常快速 然後再來要帶我們參觀也是 浴室 嗯 其實這個浴室呢 我覺得 嗯 就是以整體的空間感 房間其實還蠻大的嘛 那 我覺得浴室就有點小了 那 水槽 馬桶 然後 淋浴的 浴缸 就在這裡 然後這浴臉呢 我在Urban outfit買的 這已經買超級久了 這大概跟著我應該有三五年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放一些晚上會使用的保養品 這個地方就是 越積越多 因為 我就是 保養品過一陣子一陣子就會換 就會 就是會輪體啦 所以 這邊就是 我一直會有 就是經常收拾 不然這邊就是很快就會 這個 淹沒 然後就變得很爛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一個比較小的房間 然後我把它當書房 跟工作室使用 因為它其實原本的 主要目的是還是房間 所以它這邊有個衣� 那種衣� 很亂 先跟大家講 這整個房間都非常亂 然後就是放一些大衣啊 什麼就是 比較不是就是洗完澡穿 馬上換那些衣服 然後還有我的包 都在這邊 真的很亂 這太丟臉了 然後這一乾衣櫃呢 是我最近非常非常自豪的東西 這是自己組裝的一個衣柵 然後我上面擺一些東西都是 我近期想要拿來拍照 或是拍影片 給一些衣服 然後我都在這邊這樣慢慢集合 所以就是我進來的時候 就是可以非常螢幕了然的 清楚看到就是 整體的一個風格 然後色系是怎麼樣的 所以就是我在去繼續去構思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就是這樣看到 那我不想要藏在衣櫃裡 然後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話我就看不到 所以我就這樣擺起來 然後現在這邊是還有一點軟 這邊就是有近期一些收好東西 然後可能還沒有拆開還沒有適用 然後一些鞋子 然後這個包呢 是 呃 電腦包 然後上班包 然後我們轉過來 轉過來這裡 這邊是我的書桌 櫃子 然後上面就是我的電腦桌 兼化妝桌 兼拍影片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軟 然後我就是經常都要一直整理 這樣才不會就是變得我沒有地方 任何地方做事情 那這裡是我的一個環形燈 很需要很consistent的燈光的時候 可能會有時候會開 但是雖然說我還是盡量就是使用 呃 自然光啦 因為我家其實是面 南邊 所以一般來說燈光都還蠻充足的 只是有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充足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需要開環形燈 跟兩個這個是 就是自己裝上去的一個條形燈 我覺得也很非常有幫助 讓整個房間看起來 整個照明 比較 嗯 統一 因為有時候就是 陽光這樣照進來的時候 天花板上面的地方 可能會比較暗 所以就是這個燈 會比較 讓後面的背景 看起來不要那麼的 有陰陰感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呢 是我真的家裡就是 最願意 然後覺得非常有在進步的空間 因為其實我經常會收到不同的衣服嘛 然後 裁妝品保養品等等的 所以 呃 有時候 包裹一進來東西一下子很多 沒有辦法即時的整理啊 然後 淘汰舊的 然後把新的補上 然後所以東西就會越多越多 所以 這就是目前的狀況 然後 我還是盡量就是稍微 雖然說 東西很多 進來都是還在裝到箱子裡面 然後再放到櫃子裡 會看起來 視覺上比較沒有那麼的 呃 雜亂啦 但是我們知道東西還是很多 然後轉到這邊 這是100,000訂閱的一個 YouTube進來給我的獎牌 所以謝謝你們 讓我可以掛在牆上 拍影片什麼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邊 然後就覺得 安慰一下 所以 把它掛在一個很 要心的地方 好啦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我家 感覺可以讓你們看到我每天的生活喜劇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